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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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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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怎樣 化成這樣 妳如果沒怎樣 妳拿這兩粒頭 妳看的好像很好吃 好啦 我切到妳吃 不是啦 我叫妳看 聽說白天有寧寫 到我旁邊那兩粒頭 堆堆堆 這樣就表示說我們有家 要餐廳了 好 我請問一下阿嬤 妳要不要想到那裡這麼多 這不知道什麼人買的頭 放在冰箱裡面 什麼妳好想說我們家要餐廳 阿嬤 小嬤 子良 這兩個桃子是我買的 我去市場剛好看到 我想說這個很新鮮 想吃可以切來吃 有嗎 那是紫良去買桃子而已 你看 你看 妳這個桃子 看起來很漂亮 阿嬤 妳不是有夢到說 兩個桃子嗎 我想說妳應該是很想吃 所以就買來給妳 媽啊 不錯喔 妳看著桃子 就有早兩粒桃子出來 妳過去比較忙 妳去看著那個 猛漢全食 還是看著那個 宜蘭的櫻桃也有 那也很好吃 好厲害 妳跟妳媽媽的夢 當作許願詞 好厲害 我夢裡面 那桃子代表是孫 孫 我現在想到的是 只有孫 不是桃子 子良 你有聽到嗎 有啦 我有聽到 我會努力啦 我老頂還有事 我先去 你喔 好 這招最厲害 如果沒想要聽好 就做你孫 我真的有意思 有啦 妳 她說要看死神 妳怎麼 這招就要看死神 要看體溫 下一根是什麼 淼淼 寫作業 是不需要我教妳啊 謝謝啦 這麼厲害 淼淼 作業消完不會吧 消完喔 來背阿祖喔 好 阿嬤 淼淼待會兒就下去了 快點喔 好 淼淼 妳也快點快點喔 寶貝 妳今天想不想跟阿祖睡啊 當然想啊 阿祖說我多多跟他睡 我就會有弟弟或妹妹 是真的嗎 或許喔 那我每天都要跟阿祖睡 那 那妳趕快把鉛筆收一收 去找阿祖啊 好 我去找阿祖啦 好 拜拜 好 拜拜 不要太在意阿祖講的話 不會啦 阿祖也只是好意嘛 好意到我都覺得有壓力 相對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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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個沒在的 這張面子 怎麼倒是都怎麼怪 到處都空空的 我的懷裡空空的 這張大床也空空的 身邊也空空的 我的心也感覺空空空空空啊 這就是大家說的空草氣的感覺 兩顆頭 哎呦 可是我如果在這裡有孫 在這裡還有什麼 一百兩顆 出來在這裡這麼老年 對… 對喔 如果村尾是要破孫 應該都會被人家回家 連外面子 跟我的夜晚 就不會空空的 對… 你這個姿勢是… 好 我在等你啊 好… 來… 來了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先不要脫衣服 你怎麼這麼奇怪 你是吃錯藥喔 還是你生病了 沒有… 沒有… 呃… 怎麼 先把眼睛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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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你要給我驚喜啊 先把眼睛閉起來 眼睛閉起來 嗯 然後把臉 往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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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叫你轉過來 你不可以轉過來喔 好 好 眼睛閉起來喔 好 欸 還沒好… 快了… 快了… 好完美啊 欸 好了… 快了… 快了… 呃… 好啦 你可以轉過來 快了… 快了… 欸… 這怎麼這樣 就跟子健借紋身貼紙 我想說試貼一下 結果就死不掉了 欸… 還真的衝不掉 對啊 啊… 你幹嘛今天人這樣啦 沒有啦 不是說要給那個亞冬 一個夏馬威 啊… 所以我就跟子健想說 就… 去給她 那個… 提醒一下 嚇嚇她一下 我嚇嚇她一下 我嚇嚇她一下 欸… 還滿有樣子 還有老虎耶 泰哥 那… 子健就說 我沒有那個氣勢啊 要我多練習一下 啊… 你本來就比較斯文啊 但是你剛剛這樣子 嚇嚇她們一下 欸… 兇起來很兇耶 是喔 對啊 我也覺得啊 我就覺得我沒有那麼弱嘛 不能這樣啊 我… 我來… 預言一下 那你給我一點意見 好啊… 好… 來… 坐啊 來… 欸… 你要喊安全嗎 好 五四三二 嘿… 你這樣很像健美先生耶 再來喔 好… 再給我一次機會 喔… 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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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吳子良 在農會混這麼久 靠的就是三樣東西 哪三樣 點… 夠狠 意氣 胸臂多 哇… 好Man喔 我也覺得還可以 對啊 我跟你演 你也要演 喔… 好… 你喜歡我對不對 你為什麼喜歡我 你為什麼喜歡我 這麼跳動 嗨 你有點彈 又香 我第一次看到你了 我就尋愛你了 真的很難喔 怎樣 怎樣 我愛你呢 我愛你呢 啊… 啊… 不 瞎关 老天保佑 还有一条线 不 算了 迟早要面对的 勇敢一点 勇敢一点 一条线 一条线 我没看错吗 是一条线 线 还有 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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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要睡 老大 阿嬷 今天这么早来 冬鸡汤来 让你跟子晨喝 来 烫小冰冰 怎么那么好 一早就有鸡汤可以喝 你跟子晨 那一年没用 我都没好好吃 这样是应用的身体 你怎么看起来 你怎么看起来像晨晨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说 我今天早上还刚验过 确定是 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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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没关系 你还年轻 继续打招 真快就有消息了 来 喝点雞汤 补充体力 体力如果补充好 头子真快就会来 阿嬷 我顾着跟你聊天 都忘记我跟他要上班了 我先去换衣服 不好意思 好 你等我一下 阿嬷 我去上班了 怎么还要这么快 你不是这么去 没关系 这个等子晨起来 留给他喝就好 不过借留给我 你就要去上班了 子晨还在睡 因为他现在上班不用搭打 可以睡到自然心 漂亮 压力如果没事的话 家带你去逛街 买漂亮衣服 这样我等子晨 那我就先去上班 小姐 等会儿去的淋雞汤 阿嬷 拜拜 拜拜 这些孩子都没去 带回到老大人的心情 老大静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借了 Zar裘 兩位 這好棒 你看 這怎樣 我們這個刺青有這麼好笑嗎 對啊 不覺得我們看起來 很有殺氣嗎 不好意思 我笑到留言裡面 等一下 等一下 聽到什麼 傻氣 這很 是傻氣嗎 真的嗎 我拜託你們尊重我們一下好不好 我們弄成這樣 就是想要聽聽看你們的意見 就你們笑成這樣 太誇張了吧 好…那我問你 每天那個什麼醜不辣雞的臉 還有 你這個黃色小鴨 很浪耶 我這是鬼面 就是要貼這種會讓人家害怕的圖案 才是有效喔 什麼鬼面 我還以為什麼大叔咧 我還以為他拉肚子 還有紅紅那個 那個鴨子 我還要女兒去幼稚園唱一跳咧 哇 沒有 光黃 很厲害 哈哈哈哈哈 喝bury 好了 好了 我不笑了 那個 言歸正傳 你們要這樣去幫子良哥 不怕會造成反效果或是穿幫嗎 對啊 你們兩個又不是這種路線的 這樣很容易被看穿 話是這麼說沒錯了 上次我和二哥 裝成五龍五十兩兄弟去找楊文川 對耶 那時候也是被他嚇跑 你們三兄弟一個是農畜業 一個上班族 你呢 是咖啡師 說要辦什麼文青那就算了 辦什麼兄弟啊 根本就沒有那個鬼嘛 對啊 尤其是那個子良大表哥 他一看就是好人臉啊 你們想他辦黑道 我跟你講一定被看穿的 那怎麼辦 還是我們要把這個刺青的圖案換一下 我覺得問題不是刺青的事情 問題是你的外表 所以 你有什麼好的建議嗎 當然有 跟想這個問題問我就對了 我讓你們進入演戲的進階班 讓你們演什麼 像什麼 我跟你們說啦 這地盤只能誘惑一個 刀疤雨喔啦 看到沒有刀疤啦 我也有一個 不要怪我這種 鯊魚組的 我給你面子啦 哈啦 告訴你們 江湖上最讓人害怕 最有煞氣 最聞風喪膽的 就是我們浴血後黃啦 我啦 小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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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妳快點 再加上我了 小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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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來啦 我能不來嗎 我不來 你們不知道天馬行空 去哪裡了 各位 我們是要去試探 千惠他男朋友亞當 是不是真心對待千惠 如果人家是不錯的富得帶 到時候能把人家嚇跑 怎麼辦 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但麻煩你們 這件事情要再嚴肅一點 對待他 來 大哥 這位就是你說的那個 未來的媚婿 有沒有看起來很乖 很粉嫩 很可以欺負 可以 的確 對 姐夫你們今天來有什麼事嗎 姐夫沒事的話 不能來這邊晃一晃 當然可以 你真的新來得有點白目 不需要我教你怎麼做人吧 在農會上班 只是表面上的 其實 我還有另外一個身分 我如果是跟你訪 你就不要跟別人說 你如果是跟別人說 我就不會跟你說 我 我 Joey 你總是哪個東西跟你談談 我 噗 噓 做好言乱动 我大哥有话要问你 好 姐夫 你等会儿剪下来 请放在这边 我一会儿拿去丢 好 谢谢 她的卫生习惯 看起来好像还行 现在是怎样 嫌我脏是不是 不是 是一会儿就会回来 我怕她会生气 姐夫 你们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亚当 我来问你话 我只会讲失败 你国外住哪里 家里有谁 是做什么的 你接近千惠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没有 说啊 说啊 你怎么还算是这样 以前是老闆荣生理太好了 我没去老闆荣 我去曼谷荣兜 我跟你说 我去乡村女儿那儿叫那个湖儿 我 我 抢别儿曼谷和刺恨的房间 还吃涼至移会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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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差 另外一句 我們就加油喜事 這樣喔 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有效效 拜託 你的三個兒子 也是我這樣叫來的 拜託 那三個是我長得很小 跟拼來的 你怎麼叫來 那三個兒子 如果不買給你孩子 你更強也不效 你最強 我們家的母子最強 跟你們母子說這三百歲 你真是幾個兒子 我問你 你有去問紅人 看說真愛有好消息嗎 沒有 都沒有 沒有 怎麼三個都沒有好消息 我明明有做胎夢 沒有 但是阿妹 我們肯定到底是不是胎夢 對不對 你這種事情還不可以拯救 你看看紅人五十五 真愛 那如果生死高齡產婦 對不對 本地圖這麼不可能 那麼快就有心 子漢 跟子涼 那兩個 沒那麼大到 空過那麼不可以 更不容易懷孕 如果叫你這樣說 我不就 婆婆甘孫 你不想把宋子娘的符號 這樣他們的房間裡面 先不要這樣擔心 母 現在只能叫上廚娘娘 可以補鼻 不然這家 他要讓我們三喜臨門 真愛 蔓柔 玉慧 三個 都很有心 哇 這樣很好 可是你路不容易才不知道人 接著 那咧 我身體很擅長 如果連玉慧也有 這樣就四喜臨漫 還比較多的孩子 我也是有辦法照顧 這樣喔 不然你再想看看 他們的死 如果同一個時間都有心 哇 我們這間有這就像郵姊姊 那孩子 不要走走去 不要站在頭上去 玉慧 你不要求那個子漢的 你把他抬頭上去 啊 亂來 唉唷 你不是很好嗎 很熱烈的 吃好 文川 喂 文川 什麼事 高瑞宏的媽媽找到了 太好了... 我就是單純 只想做一個保護自己女兒的爸爸 如果講真的 是無辜的呢 你要我把我女兒的私事講出來 然後把我家裡的事情講出來 這太不道德了吧 後面有很多人想卡這個位置 這不就是你要的嗎 在這一刻 你是一個保護女兒的爸爸 放過我好不好 下一刻 你有可能就是殺人中生 每週六晚間十點 TVBS四十二台 心愛壞蛋 連播兩次 我懂了 姐夫你們是擔心我是騙子 來欺騙千惠的感情對吧 你不是騙子喔 你說你是富二代 結果口袋空空 連吃飯都有問題 還跟千惠借錢 你這是什麼富二代 還是你姓富 叫富亞當 兄弟 大家見識見識 什麼叫做真正的富二代 連零錢都沒有 你讓你借幾萬 不是都沒問題嗎 稍安勿造 現在是無貨幣時代 我們都用這種無限黑卡 看到沒有 普拉多卡豆 你有沒有 對 我是沒有 我承認我看起來 就像是個不學無術 每天吃惡玩樂 只會吃晚飯的假富二代 但這不是真相 我其實正在創業 就家裡斷了金元 所以我才會找千惠借錢 就周轉資金嗎 我有寫本票給千惠 姐夫 這邊 來 這裡 姐夫 你看 我有簽給千惠 她是說不用了 但我還是寫了本票放著 她隨時可以拿張本票 來向我討回她借我的錢 大哥 這麼本票有用嗎 本票是具有法律效益的 如果對方還不按照約定付款 是可以向法院申請強制之行 好 我是真心喜歡千惠 請你們都放心 好嗎 這位就是高太太 她現在是中肚植物園的狀態 雖然不會有反應 不過你們還是可以跟她說說話 或者摸摸她的手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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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你了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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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師 高先生是她丈夫 因為他們很久沒有見面 所以 他們有一些情緒 我對不起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博士 从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都是我 和祥愿 都是我害你受这种苦 是 老板 你不要那么难过 你不知道他们的处境 想帮也帮不了 来 护理师 请问一下 平常有人来探望高太太吗 他儿子偶尔会过来 不过也只有他儿子会来而已 偶尔会过来 他们有固定的时间来吗 有空的话就会来 对 那有他儿子的联络方法吗 没事 因为高先生跟他太太已经离婚很久了 一直都没有联络上他儿子 所以 我记得他儿子是有留他工作地方的名片 还是你跟我去护理站 谢谢 远川 麻烦你顾一下 高老板的年纪也大了 不要让他太伤心 想对身体不好 好 去一下 你 向远 应该说好病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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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万的本票 这 这是亚当开给千惠的吗 对啊 是亚当说要给他的 但千惠不收 所以就没拿给他了 子良 你觉得亚当这个人怎么样 我是觉得 亚当还满有诚意的 至少在借钱这上面 他有付出行动了 虽然他现在已经不算是个富二代 但还不至于欺骗千惠的感情 我想 我们应该是误会他了 我是不是对亚当太多惩戒了 我还在千惠面前这样说亚当 太不应该了 我应该要找个时间 好好跟他们道个歉 好 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吃个饭 把误会解开就好了 好 嗨 亲爱的 我来了 又逛街要逛到附近来了 我今天是专程过来的 你们家子翰最近不是被公司冷冻吗 我想说帮他介绍几个大客户 让他咸鱼翻身 但我怕他会觉得没面子 所以想说先来问你一下 嗯 我是觉得 还是先让他沉淀一下比较好 他顺便趁这个机会 可以想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你说的也有道理 好吧 那我就先帮他保留那几个大客户 谢谢 不客气 是说我刚好有几件事情蛮烦的 想说来找你聊一聊 我们大小姐也会有解决不了的烦恼 我爸 我小时候她就过着赚钱忙事业 根本就没时间管我 就现在居然要插手我的人生 说什么我三十岁了还不结婚 整天打电话来逼婚 还说什么要安排相亲 甚至有更莫名其妙的 当父母的不都是这样吗 不过 你还没有想到定下来 定下来 我从小自由惯了 有问题才会找人来管 其实结婚也不是找人来管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陪伴 一种互相需要的感觉 那是因为你婚姻幸福 算我爸妈 算吧 我不想要害自己也不想害别人 而且我还没完够 我觉得你是还没有遇到 让你怦然心动的人 小龙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行不行 我也行 不要怕 自己洗 一了 找我的吧 知道我的本灵 我就想说你怎么有种 你约我来洗头 不行 本节目由佳佳生衣 七日仙冠名播出 我不想要害自己 也不想害别人 而且我还没完够 我觉得 你是还没有遇到 让你怦然心动的人 我也是相信那种烹人心动 一见钟情的爱情啦 就我一看到他就觉得 嗯 是他 他看到也觉得 没错 就是你 但我可能 没有那种福气吧 你说这种情况呢 确实在相亲的时候很难遇到 不过在夜店更遇不到 也是啦 但这时候我在夜店闻得很开心啊 至于相亲喔 我真的想都不敢想 会来相亲的男人都是 老啊 呆啊 肥啊 丑啊 等等等等 你不要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喔 像我们家的大哥 他也有去相亲 他呢不老不丑也不肥 只是 有一点点呆啦 OK 没笔 但 不敢肯定的是 我爸找来的相亲对象 一定就是 家事好啊 财力雄厚 但一定跟他一样 严肃无趣 所以呢 算了吧 好吧 那也没办法了 来 回来了 回来了 子良姐夫 子良大哥 这些菜是你们准备的 以后不要再叫什么子良大哥了 都是叫姐夫了 我原本叫姐夫 但是今天这个状况 你那么见味干嘛啦 听说你还签了什么本票 你怎么不跟我说 好 我们先坐下来吃饭 我再慢慢监视 坐吧 来 坐 表达 谢谢姐夫 放轻松 不用这么拘束 今天早上 我们对你非常不礼貌 在这边先跟你陪一个故事 不会 姐夫 是我太白目了 我不知道你们的地盘 遍布整个大北部地区 大北部 大北部 我不是什么大哥 我是武家的大哥 这是没错的 刺青呢 那是假的 假的 那今天那两个小弟呢 也是假的 但对千惠的关心是真的 旁边那两个人呢 是梓梁的弟弟跟朋友 因为我们担心千惠被骗 所以用了这个方式试探你 希望你不要介意 请你见谅 真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有 我是真的吓到了 我以为遇到什么黑道大哥 那个指甲刀 不好意思 我怕 不怕 我原本也是超反对他们 这样子做的 再也就知道 他们都太关心我了 所以我就想说好吧 让他们试试看 不过经过这次的事情 让我看清楚 你是真的爱我 害我感动得要死 当然是真的 来 亚当 我敬你 希望你不要介意 来 一起 好 来 乾杯 今天终于看到千惠男友的另一面 也是满值得的 还好有这个饭局 可以让我跟他男朋友好好聊一聊 我发现 他男朋友的餐桌礼仪 蛮好的 又有礼貌 希望千惠这一次 他可以好好把握 你觉得呢 吴子良 你怎么从回来到现在都不说话 你是对他男友有意见吗 不知道 说不上来 就 跟他多相处了之后呢 你可以感受得到 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 但 但什么 就总觉得呢 他还有我们 还有 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另一面 不会啊 我觉得他今天表现很好啊 你看他对千惠讲的那些话 我听了我反而更安心 对啊 是这样最好 好 不想 睡觉了 来吧 嗯 这什么啊 这没有空包袋 我不知道耶 看一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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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 该不会是避邪用的吧 啊 怎么会放在枕头底下 谁放的 我大概知道了 我大概知道了 红包袋 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 嗯 老婆 我在Kevin老师这里上课 会晚一点回去 好呦 好呦 我明天还有一堆事要忙 等等就先洗洗睡咯 刚听你们讲高睿红啊 我们先不管 他之前做的那些坏事 嗯 他对他妈妈是孝顺的 照顾只有人 不管是精神压力也好 还是医疗费用 这些都不小 而他却可以 从读书的时候 一直照顾到现在 能撑这么久 不简单啊 我是有问过护理师 他说高太太刚到他们疗养院的时候 其实被照顾得还不错 而身体状况也蛮好的 尤其是好像没什么入疮 那头发也梳得很整齐 对啊 这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长期卧床的病人呢 容易找入疮 引发感染的并发症 所以你看 我就觉得高睿红其实本性不坏 他一定是为了他照顾他妈妈 所以逼不得已啊 才会误入企图 现在呢 人我们算是找到了 那大家有什么想法 这样吧 既然高睿红会去看他妈妈 那我们就守在疗养院 总有一天可以等到他 川哥这个建议很好 是不是有个成语叫做 守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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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守株带兔 守株带兔 可是我觉得不要等吧 这一等下去 又有很多的变数 而且高老板 他应该等不起来吧 爸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你听我爸妈说 你被你爸逼婚 要准备相接拿 高睿红 有人找你 那你自己走 高睿红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这边 你不要再跟我听到 那个骗子的名字 什么是你啊 他现在只是个修车厂的黑手 家里根本什么钱都没有 我带你 你喝醉了是不是 Jenny哥 我真的好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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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偶尖 心里的声音提醒我要前进 就算眉目的地我依然坚弃 为了梦旅行曾经的约定 星辰的那一句我可以 看到了初心是山药且美丽 想要成为心中骄傲的自己